坐电梯的时候别人安逸,而我只能默默的安逸。 网购的东西永远先加入购物车,然后默默再等打折,永远再被动减肥。 早餐的鸡蛋饼,永远不敢加个火腿肠,泡面我只买五连包。 红包只有想,从来不敢发,逛商场从来都只是看看,不打折的衣服从来不敢试。 路边乞丐房里的钱都比我身上的多,问便整栋宿楼和办公楼都没有借到诺基亚的充电器,人家都是穿得漂漂亮亮来上班,恨不得穿便装,我恨不得工作服别拖。 请在评论区分享,你最穷时候的究竟,也不要忘记关注我哟,爱你们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